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奶 烤面包 只好草草打理一下就出了门 刚走进电梯 邻居家养的小狗一下子冲进来扑到他身上 上周刚买的米白长裙上 顿时出现两只黑黑的爪印 开车被警察拦住 才想起来今天现行 罚了一百 到了公司 正好晚了一分钟 又被罚了五十 冲进会议室开例会 老板正在宣布工作调整的名单 他的业务居然被无故暂停 他的职位则被一个不学无数 整天就知道开豪车的家伙所取代 午餐时间 所有人都闹着要新任主管请客 一窝蜂笑着闹着出了门 没有人叫他 他一个人去了餐厅 刚把一口饭送进嘴里 重要客户打来电话 对方取消了金额最大的一笔订单 年底的奖金泡汤了 他看着面前的午餐再无半分胃口 刚回公司 电话响起 妈妈在电话那端哽咽 说姥姥的病又重了 可能熬不过这个月了 她安慰着妈妈 丝毫不敢提及自己的工作变动 只说一定尽快回去看姥姥 放下电话 短信声响起 居然是暗恋了十年的对象发来的消息 嗨 我要结婚了 黄昏 他站在回家的路边等着打车 可每位司机听到要去的地点都聚在 无奈 他踩着高跟鞋 拎着沉重的电脑包向家的方向走去 脚很快磨出了血泡 实在走不动啊 太痛了 他蹲下来 缓缓地揉着伤口 夜色笼罩 头顶的月亮冷冷地俯瞰着他 仿佛无声地提醒 家里还是一片黑暗 他的眼泪在一瞬间夺旷而出 看起来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悲伤 拼尽全力地会急转直下 刻骨铭心地会草草结局 飞蛾扑火地会灰飞烟灭 于是 我们失望 沮丧 困惑 挣扎 甚至绝望 对着一切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与抗拒感 终于觉得筋疲力尽 无路可走 可是 真的走不下去了吗 他站起来 擦干眼泪 摇晃着继续向前走 直到下一个路口 有一辆车终于停下来 报了地址 司机和气地说 这么巧 我们住同一个小区 看小姑娘你走得辛苦 正好收工 免费送你回家 他连声道谢着上了车 电话响起 客户在另一段说 虽然订单取消 可是他的敬业态度让他觉得感动 不知他是否最新的岗位感兴趣 如果愿意跳到自己的公司 薪水涨一倍 职务也提升 他说 其实我等你辞职已经等了好久 他惊喜地说着谢谢 心情豁然开朗起来 于是顺手给暗恋对象回了个短信 祝你幸福 手机屏幕闪亮 是他发来的回复 今天我跟阿姨通了电话 我们这周末一起回家看姥姥吧 他惊疑地回 为什么你要陪我回家看姥姥 他发了一个笑脸 如果不是想让姥姥开心 我不会把求婚提前这么久的 他不敢置信地望着那一行字 张大了嘴巴 手足无措 他想知道他的心事又发 我都知道 我喜欢你 他眼圈一下子又红了 心里却轰轰炸开几朵烟花 一路抿着嘴笑 回到家 拿出钥匙 邻居家的门却掀开了 邻居笑眯眯地说 今天我遛狗回来 发现你家的电闸坏了 就叫我老公帮你修好了 在他的身后 那只小狗探出头来 汪汪两声 欢快地摇着尾巴 他推开家门 一世荣荣 满眼暖意 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一个答案 所有的答案 却未必如最初所愿 重要的是 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 你是否耐得住性子 守得稳出心 等得到转角的光明 放宽心 坚持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